如果我们走了 就只剩下茗玉一个人 万一哪天失宠了 就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那我问你 从小到大了 你是喜欢我多一点 还是更喜欢茗玉 茗玉跟你的性格不一样 而且不管怎么说 当初是她的牺牲 才让你全身而退 她现在已经完成 义父任务的第一步 有朝一日 当义父独揽大权的时候 就是我们攻城身退之日 看来你还是放心不下茗玉 那你的意思 是让我继续等吗 你愿意吗 有你这番话 我心甘情愿留在皇宫 我会等 等你许诺我的那一天 对了 今天我们俩说的话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记着 你也没有来过我的房间 为什么你明明是女儿之神 义父 非要你穿上绒装呢 义父 这是你掩盖我的真实身份 保护我安全的唯一办法 嗯 你从小就问义父 你的父母是谁 他们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们只能生活在这里 我爹娘是谁啊 他们到底在哪里啊 你爹娘 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你们一家三口本来生活得很快乐 可就在你出生那年 那个狗皇帝微服私伐 他看中了你娘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强谜语 你爹上前阻拦 被那狗皇帝下旨处死 你娘不敢羞辱 就当尽了断 我爹和我娘 他们就这样死了 那年 你还不到一岁 身为舅父的我 只能把你接到这里生活 还要整天担心 那个狗皇帝会把我们满门抄斩 我要杀了那个混君 我要杀了那个狗皇帝 这狗皇帝是杀不尽的 杀了一个 还有另一个来继位 义父是让你混入皇宫去 掌握大权 让这天下 掌握在你我妇女手中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你父母报仇 为天下黎明百姓报仇 伤好 婴嗇 睛 che 看见羽工公 你就忘了回来 刚才昆宁宫的太监 传来皇后御旨 要我们在傍晚之前 赶制好点心 送到钱庆宫去 难道今天晚上 钱庆宫有夜宴吗 听皇后身边的人说 皇后身体康复 要宴请西场的贵人 怪不得宇公公 收到了皇上的赏赐 那今天晚上 宇公公是不是也会去 钱庆宫啊 还不快点做点心去 送过去不就知道了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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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点辣椒 杜主大人 你的万壁江山已经没了 你这个臭小子 一朝得知 就忘了谁是你的主子了 我 假设如此之狠 也不让我扮分 杜主大人 不是您跟奴才说 不许奴才受下留情的吗 而且您还跟我说 只要奴才赢了您的话 一定会郑重有赏的 原来你是见前眼看啊 李化田 你来得正好 宇公公 叩见督主 你看看他 你们两个一个机灵事款 而你又沉默寡言 有点意思 你们两个是我的得力助手 今晚 王后在前庆宫 宴请我们西场的人 我 就带你们两个去 谢谢 谢 谢都主 于公公 皇上所赐的玉皮修 今晚可别忘了戴了 老夫的半壁江山 你能救得了吗 都主请放心 属下一定帮您起死回生 杀他个片甲不留 好 那我就交给你了 我去更衣了 我去更衣了 宇公公 请 小心 洛妻不悔 你别以为有都主和皇上跟你撑腰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这盘棋如果你敢赢我 我就把所有的妻子塞进你的嘴里 我好怕 来 皇上 来 皇上 奴才叩见皇上 时间到了 我们该去乾清宫了 你没看见皇上在我这儿吗 你先回去 皇上什么时候想过去 自然会去的 皇上 皇上 皇后的病早就治好了 你不必担心她的身子 你就这么着急 要和她去庆祝 朕最疼爱的当然是你了 可她是朕册封的皇后 今天难得皇后有心情艳客 我要不去啊 不合适 那朕就留下来 都陪你一会儿 晚点再去 好不好 那皇上今晚就别走了 那 mart了 不酒 今晚就来 他们是哪个宫的 回皇上 他们是点心局的宫女 头抬起来朕看看 行了 你们回去吧 谢皇上 宫主皇后娘娘 福体安康 永享千秋 快坐下吧 谢娘娘 若不是众位公公 对本宫的效忠 此刻本宫也不能坐在这里 永无公公 那位小太监 看着眼生得紧哪 回皇后娘 皇上驾到 奴才叩见皇上 臣妾叩见皇上 你们都起来吧 谢皇上 古小月也在啊 禀告皇上 太监古小月蒙受皇上的赏赐 奴才特意带她来前亲宫 让她向皇后娘娘请安 好 奴才叩见皇后娘娘 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怎么 你对这新来的太监如此熟悉 昨夜 我与尤家促膝谈心 我们君臣好久没有那么痛快了 这一切 都是因为这个小太监 无意中促成的 奴才不敢 奴才不敢 皇后娘娘能康复以化田 是莫大的功臣 奴才不敢 所以今天我赏了一份礼物给古小月 同时也有你的一份 你们俩年纪相仿 又都在尤家的麾下 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听尤家吩咐 今后好好为朕效力 谢主人 好 都入座吧 义父 我跟皇上是中了皇后的古毒了 我一再地挽留她 她最后还是去了浅清宫 你摔碎的这个 可是皇上遇刺的夜光碑 这可是死罪 万一要是动了胎气 孩子有个什么闪失 我看你这辈子 就待在这冷空里了 义父 你怎么这么无动于衷啊 你不是说过 皇上已经相信 尤家是下毒药 害死皇后的凶手吗 为什么皇上 现在还是那么宠幸尤家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严喻呀 稍微物造 尤家现在一定是称心如意 以为得到了皇上和皇后的宠幸 可他万万想不到 他很快就会跌入万节不复的身影 沦 怎么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了 除掉尤家的办法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他登上群山之巅 仿佛大地都在他脚下的那一刹那 被人推下悬崖 那种措手不及呀 那才真正叫绝望 好 皇上 怎么没有去明妃那里歇息啊 朕不想去打扰她安晴 皇上 臣妾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从今往后不会再嫉妒 为你怀上身孕的嫔妃 希望明妃能早日为皇上戴下龙肿 这也是臣妾朝思暮想的心愿 难得皇后对朕通情达理 可是 我心中的不快另有原因 是朝中又发生什么事了吗 常听人说半君如半虎 可是谁又知道朕心中的苦啊 他们平时一个个表面上对朕言听计从 可是背地里却是阳奉阴违 被信于朕呢 皇上 难道您还在对尤公公耿耿于怀吗 还是说在怪罪臣妾 今日只宴请了西厂公公 而没有宴请东厂的人过来赴宴 皇后 你知不知道 万月楼一直认为 尤家就是毒害你的凶手 难道你不恨那个曾经毒害了你七年 甚至让你怀不了孕的罪魁祸首吗 臣妾的古读之说 只是风朝阳的说法 或许臣妾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未必真有人想要加害臣妾 如今时过境迁 臣妾已经不想再去追究了 皇上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现如今最重要的是 东西粮场能够得以和解 齐心协力为皇上效力 东西粮场就是朕的左膀右臂 可是他们一直以来水火不容 谁都容不下谁 这就是朕的心结所在啊 皇上英明 假以时日一定能化解东西粮场的恩怨 可是尤家和万月楼积怨已慎 盘根错节 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化解得了啊 皇上 清秋送爽 臣妾这里倒有一条妙计 皇后说来听听 明天将会是个好天气 皇上不如在宫中 举行一场热热闹闹的比试 一方面撮合万公公和尤公公 或许十年的恩怨 能够一孝敏恩仇 另一方面 也可以测试一下 两位都主麾下的实力 皇后说的是什么样的比试 快起 快起 快走了 快走了 发生什么事啊 你们大清早的干什么呀 中古齐名 皇公肯定发生大事情 我们得赶紧回主子身边报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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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你慢点 皇上今天要我们东西两场 在轿场举行一场促举比赛 这是多年来我们东西两场 从来没有过的正面基础 都主 皇上为什么要安排这场比赛 究竟目的何在 皇上表面上说是有仪赛 但我推测万云楼这个老皮肤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肯定会寻找机会灭我们的威风 到时 场上的规矩都不会被遵守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难以预料 好 李华田 李华田 你认为这十个人当中 有几个人可以上场 你们几个 谁会处居 天护大人 属下会 天护大人 一共有四个人 加上你 只有五个 还差一个 肚主大人 肚主大人 我来了 我来了 参见肚主大人 肚小月 一早你就精神抖擞 别抖坏了你 这 肚小月 你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 听下知道 哪有肚小月办不成的事啊 嗯 那就太好了 人都到齐了 等他们换完衣服 我们就出发 我们换什么衣服啊 这是要去哪啊 你刚才没听到吗 督主让我们处居啊 处居 什么处居啊 好 嗯 嗯 十几个大男人抢了一个球 你去给我守龙门 千万记得不让球被踢进 住那小框框 没问题 就这么整个小门啊 小意思 来吧 别打开 来 不住 你稍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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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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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好险啊 差点被打成大冰脸了 我让你守龙门 你看到球不挡不进还敢跑 你干什么吃的你 我又不是傻子 我干嘛让球打呀 好险啊 我的脸 守龙门的责任是不让对方进球 你不是会武功吗 你就不能把球挡出去吗 我告诉你 如果再借一个球 我就做得你在宫里的时间 好了 老虎不发挥 你当我是病猫啊 来 回来 守门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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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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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来 来吧 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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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好厉害啊 苏慧荣 你看余花天又进球了 你怎么不替他打气啊 他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我知道他一定能赢 皇后啊 这看起来不像是友谊赛 这更像是一场争夺赛 这只会让东西两场更加不和呀 皇上 现在东西两场 都在皇上的眼皮底下比赛 那是一场民争 总好过他们在私底下暗斗 这样一场公开的比赛 可以让这些年轻气盛的两拨人 把气里头通通的发泄掉 皇后说的对 既然是争夺 就一定要分出个高下 嗯 朕今天就要选出 大明朝最有勇有志的武士 乃为朕效力 嗯 你们还有完没完啦 哇 顾小月 真有你的 比女公公还厉害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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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皇上干杯 好 放contact 啊 有点换 有点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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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快 打住他呀 哎 哎 啊 哎 哎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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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辰已到西场上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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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好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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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你看了 快走 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西场虽然胜了 但这胜负它并不重要 真希望从今天开始 东西两场能够齐心协力 为朕也为我们大明社稷好好的效忠 场中的各位剑儿英姿勃发 朕要将你们都收入朕的金丘狩猎大队中 做朕的贴身侍卫 明天在这里 朕要选出一位头领 他将随朕一同出发 谢主总统 朕要选择 古晓月 看你平时呆头呆脑的 没想到这伸手倒是不错 是啊 你在哪儿学的功夫 我刚才只是输出金骨 连两成的功力都没使出来呢 你们这些笨蛋 真是羞死个人的 怎么看着看着 好会上瘾是吧 你改名字叫思春吧 好了 说什么你 说什么 还来是吧 不对 宇公公呢 快快快 你们这种大丧女 竟然在那边看我们洗澡 害不害臊你们 真是的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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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谁 开门啊 于公公 你躲在里边干嘛呢 这踢队满身大汗的 你也不出来冲冲凉 顾小玉 嚷什么嚷 给我滚 于公公 你大白天锁什么门啊 你不会是受伤了吧 要不我进来帮你看看呀 于公公 你没事吧 一定是受了内伤 这帮东场的人狗急跳墙玩音的 于公公 于公公 没事吧 你干嘛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不知分寸的混蛋 明明什么都不懂 还敢冒充内行错局 我这是关心你 你怎么狗咬吕洞兵不是好人心 今天最后一个球还是我挽回的 虽然我不知道比赛的规矩 可我不是一样打得热火朝天呢 今天要是有最佳球员的评选的话 那非我莫属啊 你又开始大言不惭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担心你怕你出了什么意外 我刚刚以为你伤了呢 你以为我是你啊 就凭那帮人怎么可能伤到我 那我们一起洗澡 你怎么没出信啊 你身上怎么是香的 你是什么时候洗的 为什么我怎么洗都是臭的 你瞧瞧我呗 兄弟 谁是你兄弟 你给我记着 我是你主子 你是我奴才 干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 完了 他不会真的是在学女人 涂什么烟针水粉吧 真是娘娘强 快点下 快点下啊 下完了没机会了啊 下雨公公 下雨公公 输一赔五 一赔五 一赔五啊 不对 你说这一赔五 输了一赔五 可是这一个啊 这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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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压呢 你们在干什么呢 来来来来 公公公 你今天这是英明神武 虽然你的赔论是一赔五 但是我们大家都压了你 都压你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上次跟我说延续公正在修膳 害得我差点被明妃娘娘给整死了 延续公她的确在修膳 只不过她早就修好了 你 谷公公 皇上已经亲典 你和雨公公两个争夺 是 金秋狩猎大队统领的位置 你一定要赢啊 一定要赢啊 一定要赢啊 为什么 那那那边在开盘 赌赌明明天 谁 是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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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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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领 真的 怎么赌的 是这样 雨公公呢 是 一赔一 你是 一赔五 为什么我那么冷门啊 雨公公她好歹是签户 所以她们给她面子嘛 那你们呢 你们怎么赌的 我们当然是捧你的场 对 我们捧你的场 是 你们这么够意思啊 顾公公啊 我把一年的丰路都压了您 如果输了我这一年 能不能跟着您白吃白喝 您看行不行 好 你们既然这么挺务 放心 我一定敬礼而为 大家永福同享 有难同当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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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做人要低调 低调 低调 对对对 你知道吗 皇上这次为什么要亲自选狩猎虎呀 是不是跟城里头这些事情有关啊 什么事啊 说来听听啊 虽然现在宫内是平安无事 但是城外已经是风声鹤唳了呀 又吗 城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没没没错 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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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你说 其实皇上是担心这次出行有生命危险 所以他亲自挑选了护卫队 我还是没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这事你还不知道吗 现在东厂啊 抓了很多勾结叛党的贪官 这很多无故的官员都受到了牵连 那这些都是东厂的人干的 皇上知道吗 其实东厂的人在外面他也不好过 他们有几个牵户都被砍了脑袋 挂在东门上 连大气都不敢坑一声 好久次好张 难怪万公公今天魂不守舍心神不定的 那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 凶 凶 凶 快点 就是赵怀安 小声点是赵怀安 你怎么知道是他干的 那个赵怀安太猖狂了 他不仅杀了人 还在那无头的尸体旁边写下了赵怀安三个字 对对对对 这就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他就让所有人都知道 然后造成人稀活活 对 让你倒酒还不愿意 怎么了 不高兴啊 你看人家多贵 快点过来 少爷 这瓶酒给你喝 少爷赏你的 喝 来 主人 滚 别走啊 你凭什么打我 这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枉费你人上人之尊 想不到 你竟然是一个 叹炼色欲的下流之辈 你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我要出去 我让你在这修心养性 你整天给我悬花问旅 他们是你的丫鬟 你连丫鬟都不发光吗 你说的没错 你是让我吃得好穿得好 但这对于我来说 简直是监牢 我告诉你 我宁愿回去当个乞丐 也不愿意在这寄人力下 特别受制于你 乞丐 江山你不要了吗 什么江山 你到底要令我达到什么目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派人血血了万马堂 杀了我全家 好 既然如此 今天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 你不姓马 当然 万马堂的满门抄斩 也跟你的真实身份有关 你以为 你只是瑜伽后人那么简单吗 那 我到底是谁啊 你姓朱 你是当今的太子 这 我真的是太子 那简人我是太子 你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你的父皇不要你了 当年你母亲瑜伽 被皇上定了个谋反的大罪 下旨满门抄斩 你的生母兰飞生下了你 也是想尽了办法 才保住你的小命 我要是现在带你去见皇上 皇上非但不会相信你是太子 还很有可能会把你杀了 那我何时可以得见天日 天将大任于私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你看看你 现在这副样子 简直就是个酒囊饭带 哪有半点太子的样子 我让你在这儿浅心修炼文质武功 等待时机成熟 你只要乖乖的听话 我保证有一天 我会帮你登上大位 好 我们以言为定 你要我做什么 我听你的便是 烟枝水粉 今天鲜的鱼 来客官 看看鱼 来客官给您包上 您慢走 来 这位小姐 看一看 走啊 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你要记住 以后有什么事情 记得来铁狮子胡同的 冰糖葫芦摊来找我 冰糖葫芦 老板 老板 来一个冰糖葫芦 好 拿着 谢谢 冰糖葫芦 师父 师父 可算找到您了 冰糖葫芦 你进宫这么久 有马天有点消息没有 师父 我去晚了一步 等我去宫中的时候 所有的工匠都已经走了 少爷也不见了 那你怎么还在宫里待着 亏我在这里待了那么多天 一直担心你的安危 我是担心失去少爷的消息 就留在宫中了 结果我发现 封朝阳被关在西厂的大牢里 我想想办法 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近他 不过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身份会暴露的 没事 师父 这个你放心吧 现在啊 宇化田不仅跟我打成一片了 西厂督主 还给了我他的令牌呢 真的假的